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安安居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两安居 接下来要透过和中央 涉助北京记者周慧莹连线 来关注两个焦点议题 包括中国大陆和美国 今年以来相互加征关税的 最新发展 也就是日前美方同意 原定明年起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税率提高暂缓 到底双方领导人在20国集团居 推提峰会达成哪些共识呢 还有中国大陆对于后续将会进行谈判 有哪些态度或看法 而中国大陆又是如何处理相关的报道呢 此外北京市政府上个月提出 55条对台措施 主要有哪些内容 讨论民众关心哪些权益问题 我们要请慧莹来谈谈您的观察 非常欢迎慧莹 您好 谢谢好 好 非常欢迎慧莹 我们首先先来谈的焦点是 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日前在G20峰会当中达成了90天 暂缓加征第三波的关税 那么中国大陆则是向美国采购农工产品等等 而且双方未来在90天之内 将会进行关于智慧财产保护 技术窃盗 经济结构改革谈判等等协议 那么首先要请慧莹来告诉我们 那么究竟在那边观察到的中国大陆官方 有哪些态度反映及相关的说法呢 是我们知道这一场专席会 他们是透过一个算是晚餐的会谈的方式进行的 因为据说当时川普是说希望透过这种方式的话呢 可能气氛会比较轻松一点 比较容易达成协议 这场的晚餐会谈呢 预定的时间提前一个小时进行 总共吃吃谈谈 总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那会议一刚结束呢 中国官方的媒体呢 他们就立刻发了一个很快的一个快讯 就讲说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 就是贸易战的就是战时的停火 那他们并且用成功来形容这一次的会议 其实不光是中国大陆 听众朋友应该有注意到 美方也是用非常成功来形容这一次的传席会 看来双方都应该乐见这样的结果 但是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转折 或许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报道 或等一下我们也会 请会来告诉我们 你在中国大陆那边接触到一些专家学者 他们又怎么样来看 那么相关的就是说 我们也很好奇 中国大陆这边怎么样来报道 这项会谈的结果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是 中国大陆他们的外交部长王毅呢 其实在当地就已经举行了中外记者会 来介绍川喜会的内容 我们知道这一场的会谈呢 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呢 在阿滨廷首都布宜诺斯至爱丽丝进行的 他们其实一个宣传的重点呢 就是说 会晤十分成功 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那么就是说 贸易战就是暂停 而且他们还讲就是说 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川普上任之后呢 中美的关系其实非常的不好 特别是今年开始啊 那其实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就是说 中美关系能够和缓一点 因为就中国来讲的话 如果跟美国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 关系动得不好的话 对中国的发展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是 那么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报道 不过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事实上呢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非常关注 有关这次川习会的协议的重点 那我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举办一个跟听众朋友互动的一个活动 有请听众朋友来答题 就提到说 这次的川习会当中 针对着暂缓90天来加征关税 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去 跟听众朋友做些互动 我们收到的回应是有听众朋友反映说 其实他看不到这个相关的报道 他还得翻墙 不过就在台湾 或者是我们来自外电的报道 却有的 不晓得在中国大陆那边 是不是像一般民众呢 想要看到这方面的完整报道 却是看不到的呢 是 这个部分 其实他的双方就是 对会议内容的传达 就是宣布 其实是有一些不同 那其中一个重点 像李姐你刚才讲到 这个90天是一个重点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诞书 因为为什么会 关税战会暂停 就是要在90天之内达成协议 那包括中国大陆的官方的说法 还有官媒的报道 都没有90天这个东西 其实中国的商务部 后来他们是在12月5号的时候呢 才有用一种答记者问的方式呢 就是很间接的讲 就是说双方要在90天之内 可以达成一些协议 怎么样子的 但是在从12月1号到12月4号 中国官方跟中国官媒呢 都没有正式对这个 有一些说法跟报道 但是发现 在官媒上的有一些解读 他其实是有提到的 他其实是有提到就是说 美方有提到就是说 90天真的要达成协议 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的话呢 那么关税战会再继续 还有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他们的官方网站 或是他们的社群的网站 就是说微信或是微博上面 其实也是看得到这个讯息的 所以他不完全是屏蔽的 是有这方面的讯息 说很多人他可能只是习惯 比如说看电视 或者看官媒的报道 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东西 而且应该就讲说 大部分的人 他其实都是看官媒的报道 还有听官方的说法 是那么这种情况在台湾的我们也应该不难理解 在台湾也有许多的媒体 那么很多人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得知 同样一个新闻事件的发展 但是每一家媒体 他可能侧重的焦点会不太一样 所以在第一时间或说后续 在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 所获的讯息可能都要慢慢来做一些拼凑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好我们到这里 事实上我们也非常的关注 就是说刚才慧颖你有提到 就是说在这次川习会 那么达成了暂停加征关税90天 那么中国大陆还有美国方面 都用成功这样一个字眼来做一些形容 表示双方未来在90天之内 会继续来做一些谈判 那么在这个同时 我们也很想知道专家学者又怎么样来看 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在七年以来 是持续有多次的磋商跟谈判 这次能够有似乎是暂时休兵的 这样子的一个进展 不晓得中国大陆学者有什么样的看法 双方是不是会有些考量或退让呢 对 其实全世界应该都很关切 就是中美双方是不是能够在90天之内达成协议 那中国大陆的学界呢 其实有人是做比较乐观的预期 就是说应该会达成协议 但是大部分的预测还有判断 他们都是认为就是 其实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为什么不确定性很高呢 其实因为其实他们是达成了暂时休兵的一个共识 但是其实双方的其实分歧还是蛮多的 像我有访问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叫王勇 他就讲了就是说 双方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呢 要取决于美方就是背后战略的意图 还有对中国让步的预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共识呢 之后呢就是中美大陆承诺会大量的购买 就是包括能源还有农产品 美方的这些产品 但是在很多的领域 刚刚丽姐你有提到了 比如说强迫技术转移 还有智慧财产权保护这一方面 就是美国是这些东西呢 为一种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变 但中国大陆在提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样子讲 所以中美双方必须要在这些领域呢 达成一个协议 等于是说90天之后呢 贸易战才不会继续 那其实大陆的学界就讲就是说 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 还有之间的一些 算是对立吧 其实也涉及到就是中美双方体制的问题 那么美国要在90天之内 就要求中国就是说 你必须要就这个改 就这方面一些重大的东西 然后做成妥协 重大的让步 然后甚至改变的话 大陆学界觉得说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90天之后 双方是不是能够贸易战停战 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呢 要看美国对中国让步的预期 就是说 如果说中美双方的关系 能够在一个可控范围之内的话呢 大陆学者讲就是说 那么中国可能会做一个比较大的让步 但这个让步呢 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改变 而是说有一个幅度的让步 所以他们的分析就是说 中方在让步之余 美方也必须要降低美方的预期 如果中方让步 美方不降低预期的话 双方的分析还是在 那么90天之后就很难达成协议 是 那么谢谢慧莹 那么刚才你有提到说 这位学者有提到说 未来双方谈判 是不是能够有更好的进展 可能还是取决于 比如说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有某些的预期 这个指的是又是什么 有哪些未来 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面向呢 是 除了就是 我们刚才讲 就是说 90天之内是不是能拿成协议 除了就是 取决于美方对中国方面 改变的预期之外呢 这也涉及到 就是后面的战略意图 因为大陆学界 他们几乎是一致的认为呢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鹰派呢 他们自始至终没有放弃 301条款的大棒嘛 然后他们国内 其实鹰派这个诉求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 经贸体制的问题呢 他们也把中国视为 就是最主要的战略对手 而甚至大陆学界 甚至认为呢 美国的鹰派呢 就是想要借由这个贸易战 促成中美经济的这个脱钩 所以除了就是 在我们刚才讲那些 技术转让 这位财产权保护这些领域 中国能做多少让步 美方是不是能够降低预期之外呢 大陆学者也认为呢 中美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协议呢 你要看就是美方背后 对中国的战略意图 会发展到什么样子的地步 好 我想呢 有关美中贸易战 后续的发展 虽然在日前 双方领导人在G20峰会 达成了一些共识协议 但是是不是在修兵之后 能够完全平行呢 后续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我们谢谢 会迎带给我们 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稍后节目呢 我们将针对第二个焦点议题 来请会迎告诉我们 北京市政府在上个月 提出55条对台措施 那么大致有哪些内容 当然我们台湾民众 比较关心哪些权益问题 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连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杨广记者 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中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立杰谈起前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李阿安居 我们节目持续连线 中央涉助北京记者周慧莹 来谈第二个焦点议题 我们接下来要关心的是 有关中国大陆 从今年二月份开始提出对台 三十一项措施以来 我们也留意到了 各省市都持续推出不同的做法 那么就在上个月 北京市政府公布有五十五项办法 那么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慧莹 是 这五十五项办法 其实涉及到生活面 然后也涉及到工作还有就业 那对在北京这边的台湾民众来说 特别是比较年轻的台湾民众来说 他们其实最关心的 除了就业方面的一些相关措施之外 就是跟住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北京的房价很贵 那像北京市政府台办 他们十月份在宣布这个办法的时候 他们自己都讲 在北京买房子或是住房子 其实成本都很高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北京还有中国大陆有一些性购的政策 那北京也是有 所以对台湾青年呢 就是在北京的台湾青年来讲的话呢 其实住的问题 其实是他们最大的困难之一 嗯哼哼 好 虽然我们有留意到相关的讯息 就是中国大陆这几年持续呢 提出一些有关房事的调控政策 不过看来在北京当地一些台湾民众 还是感觉在北京买房 或者是说租房子呢 还是非常的贵了 可能是很关切的 好 持续的就说相关的 像这样的一个讯息的获知 我们知道北京市台资介协会 是不是在日前举办一场 针对这55项办法 对台相关措施的解读会呢 是不是请会迎来告诉我们 因为我知道你有去采访 主办单位为什么要举办这场解读会呢 是 市场解读会呢 其实就是吸引了蛮多的台湾民众参加 大概有100个人左右 那它的时间也蛮长 它从上午进行到下午 大家的提问都非常踊跃 包括社会保险 什么个保险 什么样子的比例 还有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住房的问题 其实都蛮引起注意的 那北京台资协会他们讲 就是说呢 他们办这个政策解读会 但一方面就希望就是 台湾民众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 这些政策 就是譬如说自己适用于哪一些办法 还有就是也是听听 就是台湾民众 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 或是困难 然后他们自己也在做 就台资协会他们有讲 他们其实有针对 像譬如说住房这个领域的问题 他们有进行一些访谈跟调查 因为台资协会的会长 张启正他有讲 他说这个其实北京对台55条措施 他的范围其实非常广泛 那他认为呢 其实许多人都有适用的机会 但是办法是一回事 实际上落实到一些 细则的部分呢 可能会跟实际有落差 所以北京台资协会 希望借由这个政策解读会 还有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 访谈跟调查呢 能够把一些台湾民众 最实际的需要跟意见呢 反映给北京市政府这边 然后作为就是将来 细则出炉的时候的一个讨讨 所以我们北京市的台资协会 也是非常用心 借由这样的机会 希望能够呢 知道我们在当地的 台湾民众呢 关切哪些议题 把一些意见能够 跟北京市政府来做一些反应 所以当天的这样的解读会 并没有中国大陆官方在场就对了 他们其实负责解读的 像比如说社保方面的话呢 他们就是有北京市 社保中心的一些相关的人员 就是他们北京市台办是没有参与这个活动 但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说明跟解释呢 其实是由北京市相关的一些官员 他们来做出解答 好 所以有关这五十五项办法的内容 事实上呢 包括媒体的报道 或者是说像我们北京市 财资企业协会应该也有 这方面的一些讯息 我们在当地的台湾民众呢 若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 也可以透过一些管道 来进一步的了解 好 我们在今天呢 非常感谢中央社助北京记者周慧莹 在今天针对中国大陆 对于美中加征关税 暂缓九十天的反应 相关讯息处理态度跟后续的发展 还有北京市政府最近公布 对台五十五项措施 主要有哪些内容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谢谢 欢迎 谢谢 谢谢